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比利时生物技术公司目前开发出名为SelectMDX的检测技术,未来渴望以尿液筛间取代抽血,切片检查,就可替病患检测出是否罹患前列腱癌,这项技术以获荷兰医学中心认可,准确率达98%。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,过去常透过抽血与切片等侵入性治疗方式,替病人检验是否罹患前列腱癌,其中抽血是检测血液中PSA浓度,若病人罹患前列腱癌,则将会测得较高的PSA浓度,但前列腺若被病菌感染或发炎,亦会造成PSA浓度提高, 切片则是以针头采集20组前列腱癌样本,但所采集面积不仅占腺癌的1%亦有可能遗漏癌细胞样本。 比利时生计公司MDX Health执行长格莱恩·Jane Groen透露Select MDX检测进行方式,是由医师对腺体施加压力,使腺体癌细胞脱落,随后立即对患者进行尿液采集。 荷兰奈美根大学医学中心,Rod Be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研究人员指出,此检测方式能避免41%不必要的侵入性检测,且准确率达98%。 北布里斯托国民保健信托North Bristol NHS Trust与布里斯托密尿外科协会Bristol Urology Associates顾问波塞德 Rod Perced表示,此项技术上带更严格的临床实验,若此检测方式可达正未准确的癌症检验率,对医学是相当大的贡献。 相关影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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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关影音